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天阿夏TV 我是Music in the Sky 天一天 那今天啊 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啦 希望大家在最后的时光里面呢 都能拥有美好的回忆 那今天呢 也话不多说 天一夜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吃的小零食哦 好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 嗯 很香的香草味 希望喜欢香草的朋友们 都可以去吃吃看哦 那吃完了小零食呢 天一今天也即将给大家带来 2017年的最后两个韩语啦 跟着天一一起来看看吧 那今天天一首先要来说的 是歌手高润和在时隔五年之后呢 终于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 那这一次的新歌呢 也是非常的好听 旋律啊 透露出任何的优美的嗓音 那除了主打歌之外呢 专辑里的其他歌曲啊 也是非常的优美 希望啊 喜欢任何的粉丝们 都要多多支持哦 那活跃在主持界的 Eric Nam呢 终于在时隔一年半之后啊 以歌手身份回归了 那这一次的新歌 Hold Me呢 也是表现出啊 对粉丝啊 亲友啊 的感谢之情 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 希望啊可以在这个冬天 带来一股温暖 那喜欢Eric Nam的粉丝们 一定要多多收听哦 好啦 那今天的新闻呢 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今天呢 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啦 天音啊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一年 然后精神抖擞的迎接2018年 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呢 可以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这里是TEN ASHA TV 我是天音 我们2018年再见咯 拜拜